一定要過關 国民黨力挺韓江沛 这回不能再有意外 党主席朱立伦不敢大意下达动员令 全体量票外 还希望未来改革 让国会和议会一致 都要记名表决 地方制度法当中的时候 我们用记名投票的方式 那就避免一些可能产生的一些弊端 来产生 一方面防止弊端 二方面也给选民检视民意代表的机会 让人民有知的权利 但就怕一个不小心 再上演这件事 回顾四年前 立法院政府训院长选举 民进党游席昆得73票 绿营票票入轨 国民党赖事宝应该要拿39票 却有三张跑票 高金素媒投给自己 杨琼英和赖品渝各得一票 判断是蓝营自己投错 而副院长部分 杨琼英原本应得39票 却一样三票跑票 有人投错给了温玉霞 实际立委林文睿和陈雪生还缺席 就让国民党这次不得不小心谨慎 要求亮票 为韩江配拆弹 当然在内部 国民党内部已经底定好 政府院长人选之后 现在也会积极的 设法跟民众党这边来做接触 即使团庆团出 韩江配正积极展开不公开的败票之旅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就开炮 直指韩国瑜不适格 可能受制于大陆的恐吓 让徐晓星大酸让人狠腻 他们又要说中共要下指导棋 选举的时候又说TikTok认知作战 反正所有对他们不利的不好的 全部都抹红就对 立院龙头争霸战 已经秀出浓浓的烟烧味 加上民众党关键少数八席 投篮投绿未知数 韩江配要夺立院龙头 还不到稳的程度 国民党要全力防堵自己人 不出差错 解锋现场陈欣怡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